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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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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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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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病村以后 生活劳动不方便 在时机成熟的时候 发动群众 开展返回坑的斗争 土匪来了 土匪来了 有土匪 弟兄们 点着火把 给我冲 冲 不知道 有间隙 冲时间 要知道我们在这儿 村居和后院 都被土匪围住了 是 全村都被帝人包围了 那我们从西山冲出去吧 不行 西山坑里有附地 现在帝人不但包围了村子 还包围了曾沟发生 我们要冲出去 只有从侯山走 小营书记 我们在长营前面 好的 李丁苗 到 李丁两个人来到机枪冲出去 是 陈碧仙 到 李丁几个人 掩护小营书记和家属冲出去后 一顶去侯山州 是 其他同志 把守留单准备好 开始 冲 敌人 范人 敌人 赌人 拿着 被刀 到 你快去 给小英书记短后 那你呢 快去 跟我来 快走 快走 向总 向总 大老刘 快去 大老刘 走 快走 二爷 怎么回事 看 共军跑了 娘的 给我追 二爷 大众贵来了 你带弟兄们追 我们跟大众贵回合 走 好 走 这次公会议会是必然的 要是这次任务 交给我们谍报部门来负责的话 我想不会有这种疲劳 君佐 你那个李淑庆是怎么搞的 我让他去管土匪了 谁让他让人去打草惊蛇的 李淑庆的确是太大意了 他被周文山的蒙汉药给灌醉了 这个周文山也是烂泥扶不上墙 早晚把他毙了 不不不不 这个人我还用得着呢 抓住陈毅和象婴 还是得靠他 想必公司令又有什么锦囊妙计了 你的锦囊妙计 是不是要到山上去再放一把火 把陈毅和象婴再吓跑一次 胡说八道 胡说八道 看起来我在这儿挺来事的 君佐 要是没什么吩咐 我就先告辞了 嗯 看 有米粮 看来公军在这儿出火营 快 快 快点 高连长 等一下 高连长 过了一下 你这儿 你看这儿 你看这儿 这布条是红军的绑腿 这里肯定是游击队的一条秘密小道 我们就在这里打个伏击怎么样 好 过来 咱们到那边隐藏起来 上 给我搜 报告 这是公军丢弃的 论左派又治病 医书啊 这可不是什么医书啊 这是共军内部的一本政治理论书 刚才跑的一定是共军什么大官 说不定就是象婴和陈毅 哪找的书 在那边山上 给我追 快 发现什么都没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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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的 这共军真能跑 算了 快 不找了 回去吧 都撤退了 不找了 快 走了 白狗子走了 白狗子走了 灯天黑了再走 什么玩意儿 咬死我了 是跳蚣 跳蚤 你别这样 这样不把咱们的目标全暴露了 娘子 暴露个屁啊 这连个人毛都没有 撤 快撤 连长 这撤呀 问什么问 撤 撤 这队队 从头上看 由移驱在不断地缩小 我军的封锁线已经全部连成了一片 李贵堂 你要干什么去 薛春一看见狗就浑身起鸡皮疙瘩 想回去躲一躲 什么 一条卖着求荣的赖皮狗 李贵堂 你给我回到座位上去 是 下面 我们欢迎龚将军介绍共军内幕 和作战经验 承蒙尾坐台 那接下来 我就在诸位长官面前 搬门弄斧了 那么下面呢 我先额要点评一下 各区在清角中的优劣 当素玉只留下少部分的部队率领主力 跳出包围圈的时候 李贵堂将军 你是不是还以为共军是要调谷离山呢 所以只分出了四分之一的兵力 他将军队去追缴苏玉 而大部分的兵力却留在浙西南不澈 结果苏玉就趁虚而入 一举攻下了泰顺 平阳 还有瑞安周围的几十个市镇 开辟了 浙南有机区 可是 我们已经肃清了浙干县的共军 不错 你们是肃清了浙干县上的共军 李将军 功不可没呀 但是 从素玉的角度来看 浙南游击区的战略地位 要比浙西南有力得多 他跟闽东的红区联系在一起 相互呼应 又和闽北的黄道 西县的李大为勾结在一起 想想看 那将是一个广阔的活动空间 而且这些地方 还是非常适合打游击的山区 再向西蔓延 那就是干越边 这几乎恢复了原来的中央苏区 尾坐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 经过了五次围剿取得的成果 就这样毁在你的城里 你 来 我们再为李将军喝彩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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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长 日谭啊 我知道你看不起他 在座的各位 没有一个能看得起这样的人的 小长 行了 不要说了 我们可以利用这样的人 你要知道 这种事千万不能当儿戏 三分军事 七分政治 这就是我的政策 对那些投诚人员 一定要感化他们 要利用他们 对那些赤色分子 一定要才尽其用 瓦解共军 死不可待 记住 不要和他发生争吵冲突 小长 我 这样不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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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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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不知道吗 不见不见 是 她是谁 这就是我说的那副药 李淑庆参谋 他是在共党政治保卫局干了多年的人 专门审查干部 像素育 刘英之类的高层干部的底细 他很清楚 我把它借给您 这样的话 让您对待共党的情况 做到心中有数 心里说有什么用啊 都像有些人 靠着窝里帆往上爬 过去的 是过去的事情了 可我们现在是同一战口的战友了 我很想交你这个朋友 说心里话李将军 我能够投奔国军 还真要感谢你的帮助 我帮你什么忙了 牛领一仗 我是败在你李将军的手下 心里不好受 所以从那一刻起 我就决心放弃红军 投奔国军 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李将军 真的非常感谢你 所以呢 我决定把这个人送给你 就算是 让你对共军的作战经验 还有生活习惯 能够多上一些具体了解 当然了 再加上你李将军本身的作战能力 我相信 以后再和共军碰上 交手 想打一个大仗 那不是手到擒来的事吗 书庆 你呢 能够跟上李将军 那可是你前世的造化呀 以后 一定要做到精兴业业地辅佐李将军 献计献策 要做到知无不言 不然言无不尽 如果你日后做出成绩 我相信李将军是绝对不会亏待你的 知道吗 是 我不会辜负司令的 请司令放心 好 公主民 我头不疼了 那这要见效吧 以后该头疼的一定是共产党 坐 来 老苏 你看 叶飞同志派人来了 苏首长 你好 苏玉同志现在是挺进师的师长 苏市长 来 坐 叶飞怎么样 好吗 叶飞听说 有只红军在真狼伏击了正江保安堂好几千人 打断了一团团长的胳膊 吓破了二团团长的苦胆 高兴的杀了头猪加菜 这个小叶 他笑了吗 笑了 你们叶政委少年老成难得一笑 笑了就好 你也知道 当然知道了 去年我们靠日先遣队一路打到那里 人困马乏 你们叶政委跑到宁德赤西迎接的我们 还替我们安置了伤病员 动员了一批青年参加先遣队 我们跟小叶可是一见如故 苏市长还挑了几百条枪 装备你们闽东独立师 来 说说你们叶政委的指示 我们叶政委说了 你们孤军深入倒堤后 得不到休整 补起 想起你们到我们闽东跟聚集休整 还要跟刘政委 苏市长 商量部队联合的事 好 这可真是急时雨 好 去闽东 去闽东 同志们跟上队伍 快点 小叶 可怕你们判卖 英俊潇洒 小叶不过还是陋席不改 不爱记封记寇 我们闽东长期跟上级失去联系 上级有什么指示 完了 这可是叫花的遇上穷光蛋了 我们的电台打坏了 有半年多跟中央分局失去联系了 行 那给我们讲讲目前的形势 好 走 咱们进去说 走走 真舒服 好好讲 你身上的泥都可以中稻子了 试点价 试点价 你这干什么 给你们洗洗啊 衣服都快成磨刀布了 那我们洗完了怎么出去啊 外面有给你们换洗的衣服 放心吧 不会让你们逛屁股的 哎呀 有个根据地真好啊 刘正美 敌人已经成立了四省边区剿匪总司令部 打破了过去以林为贺的作用方法 用四省的力量来对付我们 而我们各省的游击区还是各自为战 对我们很不利啊 我认为我们敏东 你们还有敏北 将来一定要互相联系 互相侧应 互相协调 这样才能更有力地打击敌人 坚持斗争 好 最好三地合并 成立领导统一机构 可是 我们跟中央失去了联系 没法布批啊 没关系 可以恢复 在围剿当中被摧毁的敏仇干省委 这个建议好 黄道同志是敏仇干坑居地的创始人之一 由他的人书记吧 黄道同志是个老革命 而且还是个大学生 能力强 我同意 小叶 你跟他有联系吗 暂时 还没有联系 好 那你抓紧时间和黄道同志取得联系吧 在没有和敏北联系上之前 我们两家要联合 你说是不是 对 刚才素市长说了 你们现在要急于挺进浙南 我认为现在国民党正在加强对浙江的围剿 打开局面有一定的困难 行事严峻 我认为你们现在迫切需要一块立足之地 我跟特委的同志商量过了 我们决定把府顶 平阳 交界的一块地方由你们进驻 作为你们游击队的根据地 并且把鼎平独立团也给你们 以补充你们的订阅 把你们的商务员也留下 由我们来负责治疗 这样可以加强部队的机动性 好 好 小叶 我们这次来得到你这么多帮助 真是太感谢了 感谢 不能这么说 天下的红军是一家 你们来了 咱们红军的力量不更壮大了吗 这是对我们的一种支持 好 江师傅 江师傅 请笑纳 就这些 江师傅 如果您 能够拦住共军 不但政府有奖赏 江师傅 也会重重铣牢 这是什么 上等的朱沙 我没有太上老君恩赐的神丹 这算什么 江师傅 您的神丹不纯 您用了我这个 发作快 人就像喝醉了酒似的兴奋 一激就怒 持续时间长 不妨试试 来 干 干 把地都喝了 今天酒馆够 苏市长 我们敏东也有很多的红带会大刀会 这不打也不行 打也不行 真让人头疼 把你这高招好好教教我 这哪是我的高招 当年七季光在你们福建浙江打倭寇的时候 那倭寇的刀耍得厉害 砍瓜切菜 明军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七季光设计的这个竹叉 长毛阵很适用 我不过是夹了支步枪 确保万无一失 这大刀会都是受了蒙蔽的老百姓 之所以不怕死 是吃了有兴奋作用的朱砂 这朱砂只要一溅到冷水就失去药性 那我们就拿竹叉 把他们逼到水田里跟他们打水仗 这样他们不就全都清醒过来了吗 好办法 来 对了 这竹叉一定要用火烤一烤 再撒狂尿 激它一下 这是为什么 你想 这竹叉会又硬又有韧性 不容易被折断 来 来 包契佛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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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sac 请不吝点赞 乡亲们 我们红军确实是穷人的队伍 不是你们刀枪不入 也不是我们的子弹打不死人 我们主动撤退 是不想让咱们的穷弟兄们自相残杀 是不想让咱们的药 如果你们真的相信有玉皇大帝的保佑 那就请你们的江大会长出来 我跟他一对一 如果一枪不见血 我们立刻放下武器拜他为师 师父 怎么办 江大会长 怎么不说话 是聋了还是怕死 你看看弟兄们的药性发作没有 发作了 江大会长 要是怕死的话 就放下棋子宣布解散大党会 我们既往不咎 狄生们 我乃武圣大帝关羽关云长之也 何妨妖孽在此作乱 小的慢 给我上 杀 老二 上 五二 帕斯堂天大无论后 冲啊 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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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战士们住手 如果他们脑子清醒了 就让他们站起来 江大会长 你我之间还没有单挑独斗 不管你是官老爷还是谁 钢筋铁骨是肯定的了 这样吧 我是个凡夫俗子 我先打你一枪 如果真的刀枪不入 我让你砍三刀 长官饶命 你不必须 我去的态度 我把你给了 你快速你 找到哪里 找到哪里 我快速你 找到哪里 找到哪里 别睡了 快起来 转移了 来 起来 走了 好了 来 来 走 大佬佬 让我走了 老虎 您本事手要想办法 多弄些物资 是 另外 现在最关键的 报名工作一定要加强 是 好 我们走 盆核 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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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骨头都散了 受不了 歇会儿 歇会儿 瞧瞧你们这帮人的熊样 都给我站起来 你以为你们现在是谁 你们现在是红军战士 穿的是红军的衣服 红军比你们能吃苦 都给我打起精神来 如果我发现谁一旦身份暴露的话 我格杀无论 明白没有 明白 把封金扣给我扣上 出发 出发 你敢肯定是我们的部队吗 我看得清清楚楚 慧郡赵八角帽 红五星 卑职斗笠 三十多个人 这不太可能啊 这附近没有我们的部队在活动啊 你有没有看到认识的人啊 没有 这是不是别的地方被打散的部队 到这里找中央分局来的 你说的也有可能啊 我们先别急着跟他们联络 那时候我们再观察观察 好的 精彩啊 我发现陈毅同志的伤又犯了 你能不能想点办法弄点硝烟药 好 别磨蹭了 抓紧时间 好 好 司令 错了错了 参部长 我看见那边好些人在盯咱们的事 按原计划进行 照我的话告诉同志们 让他远远地跟着 这个人可能对我们有用 千万不要乱猪马小 明白 就是四个字 艰苦苦素 是 去 给李叔请发电报 这一带 尤山 有共军一个残部 军长命令由我来完成 多少人 大概三十多人吧 三十人 大哥 咱们不过五六十人 这要是偷个营打个结还行 如果真是摆开阵势 我怕 你什么意思 李长官 别争气 老四说着呢 也都是实情 我们 怕把余军长的差事给办砸了 周连长 你想清楚了 你现在就是一个军人 军人就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抗命不尊者 死罪 死罪 你敢 老四 大哥 坐下 李长官 你看你这话说哪去了 我们不是不服从 这不是 跟你商量吧 商量 命令没有什么可商量的 上次就是因为你们贪功心切 放走了共军的陈毅和向英 你知道这要是换成了别人 十个脑袋都不够杀的 余军长就是因为看你们刚收编不久 才放过你们一马 记在了账上 但是这次 如果再有什么纰漏 恐怕 李长官 我们服从 我们绝对服从 大哥 去 您说怎么的 我们就怎么搭 我们给余军长叫全马之劳 兼功不过 这就对了吧 你怕什么 又不是你们一个连 调动整个一个团 里三层外三层 你怕什么 放开你们的胆子 你听听 没见过世面 咱们现在是国军 千军万马 飞机大炮 剿灭共军 那不像碾死个臭虫一样 真是 余军长还说了 如果你们这次仗打得好 任务完成得漂亮 就调你们到庆丰县城去助手 庆丰县城 这是真的 那赶紧好了 老四 咱可是好几年 没进过戏园子了 可不是吧 大哥 李长官 现在泄了 泄了 泄了 卲佐 我弄清工楚敏的下落 他带了一支特遣队伪装成共军红71团 又补相应沉淑 真的吗 千真万确 你不是让我暗中监视他吗 我的一个派把的兄弟在机药室当主任 他刚接到宫楚明的一封秘店 宫楚明为了取得共军游击队的信任 要动用周文山的部队 你看 这一招够狠的 可是要是他得逞的话 他宫楚明就更不把五蝶暴处放在眼里了 还是顾全大局吧 由他去吧 弟兄们 快 快 快点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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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03号发报 就说09号已经到达玉京地点 快 这是个好东西啊 03就是余郡长吧 不赶紧问他 不赶紧问他 就不要知道 走 老大 好 怎么样 这 不赶紧问他 可是我没什么想到 不赶紧问他 就认为他 不赶紧问他 好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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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